我的過命要留一天如你喘息 就像字面那樣 在很多事情發生 或是很忙碌的生活中 或是很呼吸的生活中 都可以留一天跟你在一起 令我可以喘息到 可以放低一些壓力 因為有你在我身邊 而裡面表達的你 其實不只是一個人 可以是一大群人 我都會當是多謝粉絲的一首歌 因為入行以來 說唱不唱不唱 但都會有高低起伏 但每次都是在台上演出的時候 看下台下都會看到這群支持者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無論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有多危險 都還有大家的存在 當然也是大家身邊重要的人 這首歌其實 為什麼最後會完成這個作品 就是一開始寫了幾個展示的 都是同曲風同類型的 然後我就想想想想想看哪一首歌 最後就選擇了這首歌 另外的也想出的 但現在這首歌已經出了 可能因為這首歌的旋律是 我一開始寫的時候是一種情歌 但它是帶點溫暖的 在裡面的 我覺得大家都需要一點溫暖 還有我覺得跟主題也很切合 今次邀請了Oscar網手填詞 跟他溝通完之後就寫了一個這樣的題材 MV的內容大概是說 男女主角其實是被人抓到精神病院的 其實那些行為可能是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行為出現 可能大家純粹覺得為什麼他看某一件事不同看法 但其實我們每個人看每一件事都不同看法 可能有些人覺得植物是有生命的 有些人覺得植物是沒有生命的 就是這樣這一種的不同 所以他們就被定位好像是一些疑慮 對比起他們 所以就被人抓了進來這裡 最後也有兩個一起逃脫的 然後逃脫的過程其實可能不停在找出路 找要怎麼好呢 好像出到來但好像有個很久沒得到過的自由 但是又怎樣呢 然後終於再找一下 其實男主角就發現了 其實最重要的人就在身邊 其實去哪裡都好做什麼都好 是跟你一起做就已經很足夠了 這次找Angela合作是導演的想法 導演覺得她很適合做這次故事的女主角 我今天合作也真的很順利 Angela也幫了我很多 就是一開始 第一場就要拖手 我是有點慢熱的 但是原來她也是很容易的 她也會經常說笑 令到氣氛沒有那麼簡單 漢場很冷 但是有些遺憾就是沒有進去最進去看 因為我們只是在入口裡來回拍了幾次 然後就要出來繼續拍攝其他需要的部分 所以就沒有機會進去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因為是我第一次進去一個廣洞裡面 所以都挺新奇的 就是最深刻的故事 進來 太陽是彭州